新加坡前外交官就预言大陆百年繁荣 并且示警台湾应该向大陆展示 不搞台独的诚意在做决策 应该以大陆崛起作为非常重要的考量 如果当局可以忽视 将会危及到台当局自身的利益 那么同时还有可以看到在台湾 好在今天央行再出手了 出了四重拳打房 专家就很担忧了 市场是不是恐怕会崩盘呢 现在祭出第七波的选择信息用管制 来压制房市 就祭出了有四大重拳 那么当中最狠的就是 名下有房屋者第一户购物贷款 不得有宽限期 也就是说名下如果一间房 不管有没有贷款 再购买第二间房 就不能够使用宽限期了 这是在这个今天 在央行的部分再出手打炒房 我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溯及既往 如果溯及既往就完蛋了 那很多人这个要断头了 我想应该不溯及既往 可是这个对房市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对台湾事实上是 慢慢鼓励大家买房市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房贷利率本来就不高 然后还有很多优惠措施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用头次购物贷款 那个利息是1点多 哇那其他也没有说什么不能宽限期 你看你付不起来 你就跟银行讲宽限期 他再给你延展 宽限个四年五年继续宽限 对啊 当然他现在就是房市过热 因为我们的房价涨得太高了 这个回过头来就惯 央行不能怪央行 央行也是怎么样 也是受害者 因为这个要所谓的清创贷款 那个叫什么清清安 这是谁搞的 这是一个选举买票政策 选举之前就让大家吃什么 吃这种特效药 然后呢副作用出来的吧 现在又开始怎么样 亡羊补牢 就叫这个央行 前一阵子连那个行政院长 还对央行 央行这个行长粗言不逊 这是何等的可恶啊 我们央行行长 他是独立行使职权的 你行政院长在那边叫什么叫 始作用者就是当时买票政策 向青年人买票 造成现在不可收拾这个后果 所以呢 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美国现在这个加马两席 我觉得就是说 两害相权取其亲 美国的美国通膨也没有完全结束 对啊 可是为什么要加马两席 加习两马呢 很简单嘛 因为美国经济快 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太明显 是 他已经连续两个两季 他的工业经理人 采购指数都是四点六四点七 低于五 低于四点五四点七 基本上就已经是衰退迹象了 然后上一季 所以美国的怎么样 这个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就业人口 失业人口 这个就业人口指数 比这个数 比原来七代 低了几十万 所以就变成就业也不好 然后呢 这些各个行业 对于未来的前提也不看好 所以不投资啊 不采购啊 所以美国在很多经济学指标上 事实上已经在衰退 那这个衰退 基本上 请问一下拜登还要不要选 对啊 还有五十几天 所以等于现在夏蒙药啦 那未来是不是还会再生良 他才不管的 那今天就是说 有人讲说 这个新加坡经济学家说 你不要这样子搞好不好 美国当时暴力升起也没管过人 从来就不管过别人 他把美元利息炒得那么高 对不对 美国的利息炒那么高 很多国家怎么样 这个币就是说 他国内的资金 就一直往美国跑啊 对 那他国内资金一直往美国 往美国跑 他的币值就下跌 那你美元因为你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资金充裕 你美元又不断的怎么样 又升值 这些国家对不起 他的贷款 他的那些负账的 要负的账都是用美元计价的 我第一个 我本国的我的利息 我本国的币值就下降 结果你美元又升 这么一差 这些国家财政破产 那所以美国那时候管过谁啊 美国谁都不管 所以现在就是说 有这么多国家支持 就是说人民币 国际国际化 就是说这个货币国家支持 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中国大陆真的是被硬逼出来怎么样 来怎么样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大家觉得美元作为最主要的 这个交易的工具 这一个角色是危害大家 所以大家就要美元作为 主要交易工具的这个角色 请他下来 对那支持谁呢 支持中国大陆 对所以美国这个不负责任 就让大家有另一个选择 收割别人韭菜 然后这个作风 事实上的话真的是很糟糕 现在美国还没有跌下的时候 可能很多美国的这些 投机倒把的这些投资公司 已经要世界各国来收割那些 购买那些 因为美国利息上升 美元上升 这些国家那些 那些不良资产 他来捡便宜了 所以就是美国就是这样干 那在乌克兰的财政部 在官网里发布消息 要来追加安全跟股方预算支出 会达到3.73兆 格里夫那创下历史新购 这个可以看出来 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他的财政相当的困难 因为打仗就是钱啊 对 然后现在包含这个顿内刺客 还有扎波罗热 这个顿内刺客因为 他在顿巴斯地区 扎波罗热的话就偏在南边 然后这个乌克兰要增援 希望能顾手 但是问题是俄罗斯这一方面的力道 还是比乌克兰要强 而且乌克兰目前兵力分散 而且这个他的士气 他的战力 他的补给 包含他的活力 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乌克兰在这一方面的战力 毕竟是薄弱 可能就被这个 在战场的主动权来看 是俄罗斯战的上风 你看他现在大幅追加 安全与国防预算 3.7兆的格里夫纳 这个一块美元 是换41.4格里夫纳 那你3.73兆 大概你换算成美元 就是900亿美元 相当高 他是给这个乌克兰的军人加薪 因为军推打仗 作战的军贴不一样 跟平常的军人薪水不一样 打仗的军贴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次给 因为他残障 有人断手断脚的残备 一次给你 因为他不要把你养下去 一次把你付清 你因为按照你长战的等级 一次付清 这个金额非常庞大 因为他要过下半辈子 还有包括后勤的防御的 还有建造这些公式 就是说战壕 你要去挖 这些防御的公式 都要钱 包括后勤的公式 还包括运输的钱 总共加起来 一次编列900亿美元 美金 但是我们看乌克兰 乌克兰呢 全国全年的收入 全部乌克兰 2000亿而已 你怎么办 乌克兰整个出口 出口只有490亿 就是出口赚的钱 全年才不过490亿 我这个比例 对 你这个就编了900亿美金 你签着 你签着